表賽的女子組決賽 背向鏡頭紅衣的就是中國的喬熊 面向鏡頭藍衣的就是余順福 余順福就是北韓的運動員 也就是北韓冠軍17歲的運動員 這一場就是決賽 目前進入第四局的賽事 對上的三局就是余順福2比1 暫時領先 面對這個新私利的世界冠軍 這個17歲的姑娘 看他怎樣打 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初生之獨不怕虎 拼他 另一個就是怯 看看他怯不怯 這個如果從前面看的打法來計 余順福的攻勢是很零厲的 特別是他的正手 踩法 這本… 喬熊發過去的球是沒甚麼篩的 那麼… 他是衝一下 插了一把衝一下 所以就拉了下網 這本球 他繞回來這個球很厲害 而且有一點翻轉球 你看他的板 應該發點急球 喬熊這個局一定要贏才行 要不然冠軍就拱手讓給別人了 3比1 目前的分數 踢回來 看他上來 反手就撥下網了 借不到你 一開始這五個的發球 喬熊贏了3分 就輸了2分 佔不到很大的便宜 好,轉發球 看看余順福的發球是怎樣 換回正手 這個發球如果裁判叫了分之後 你就不能換位置了 在裁判還沒叫分之前 你還可以換 他的高拋下旋 都非常有力 看他 好了 再來一次高拋 側下旋 撿起他先 撿著他反手 好 好 沒見過喬熊過了一板正手球 都是撿著他反手來打的 可能都看得到的了 這個余順福的正手非常強 尤其是現在已經第四局 大家都應該摸通了對方的腦 哎呀 你想 想偷襲正手 是的 但是很可惜 接了出街 4比4 分數大家都咬住 仍然利用高拋 都是側上 側上 側上 被他撥回到 好 被他搶到了 這個側身直線搞得挺漂亮 整個身份上去 5比4 側上 又是側上 2 就開了就是 看到呢 就是開了呢 兩個側上都拿到分 那余順福剛才那五個發球呢 就贏了4分 就輸了1分 是 一球 對 前衝 先逼著他反手 好 逼著他反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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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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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一把短就好 是 對 對,應該打正手 攻,可以攻他正手 如果過他被動的球 過正手就很危險 齊鴻要爭取多一點 搶攻才行 搶攻,沒錯 摘身拉,好 反手起,打反手 好 想打一個正手 這球球,拉望出一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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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推著大家,馬上升身打 五板,六板,七板,八板 九板,十板,十板,十一 仍然要反手,大家找機會 一個直線,十三 一堆埋伸 有這麼多來回,不簡單 好,謝謝 好,現在轉發球的時候 就可以抹汗 抹汗 分數是八比七 在這個發球來說 已經是大家 相計有十五分 似乎余俊夫的發球都挺厲害 他在頭五個發球拿了四分 好,只是失了一分 看看另外的五個發球又怎樣 又是高拋 側下船,先猜拳板 壓著反手,大家鬥反手 好 大家在鬥反手 現場的人為喬紅打氣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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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用正手插在板上好 反手,先逼著反手 好,正手很強 一閃身 一閃身 直衝到這個身上 沒力氣,沒力氣 沒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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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8 好,偷著正手 偷得很好 他走得多快 他走得很快 照顧正手的板走得很快 余俊夫,這四個發球就平一平 就是贏兩分 實質兩分 看看這個最後的發球怎樣 十分短 十分短 拿到主動 他的發球是多變 而且很有威脅 尤其是他的側上 殺傷力很強 十一比九 喬雄不知為何他經常不用正手打球 經常走過去用正手打 反手打 反手厲害 反手重 希望快 盡量快壓著余俊夫 對嗎 變成自己在走位方面 沒那麼靈活 好的 不要動 好 躺到桌子 他們的教練都叫他上來 正手拉 正手拉 一個正手就被余俊夫打死了 尤其是對著正手那麼強的余俊夫 你真的千萬不要躺台 一躺就有機會給人 這下偷襲了 這下偷襲了 這下偷襲成功了 一下直線 偶然過一兩板 但不能夠多去 剛剛趁他黑眼睛分 看不到 又一板 這板很厲害 這板上船很厲害 這五個發球 橋鴻失了三分 贏兩分 余順福那板正手拉球 直接掩著球的球頂去打 所以過來的球的旋轉和速度 都是很快的 這小女孩十七歲 有這麼好的表現 都非常難得 前途還是無可限量 十四比十一領先解決余順福 又是高跑上 眼手又快 運都輸了 大望出界 十五比十一 仍然是用高拋 一直都是用高拋 高拋側上側下這樣 這個又側上 立即飆進去打 但很可惜 這球球剛巧 緊打到下去 折發球上空 對 球證 總裁判說這球球 她說她推桌 我們又不覺得 她是碰到桌 即飆進去的時候 一拍 接著碰到桌 但就不覺得是推動了桌 而且打球 如果你推桌 看得慢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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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側上 一飆過去一拍 根本就沒有拍 打了 雖然碰到桌 桌 桌沒用 桌沒用 維持這一分 調紅 得勝 她沒有違規 沒有違規 對 又一個好 側下船 拆開板才對 推開板 沒力的 對 推開板 減力球 側上 撥開 哎呀 被她救到 好 開始 喬紅已經可以摸到她的發球 所以 偷正手不行 走得很快 還是先壓著反手 好 還是要打 壓著反手來打 分數要拉近一點 十四比十六 剛才那五個發球 余順福失了三分 只有兩分 即是喬紅 就破了她的發球 有幾分 接發球搶功 接得很好 看看喬紅這五個發球 又怎樣了 打 一定要打她 十四比十六 落後兩分 急球 壓著反手打 側身 沒錯 多點側身起板 沒錯 正如你所說 一定要閃身 用正板打樓才行 十五十六 反手是快 但你不夠 殺傷力不夠 你一定要側身 用板頭打死她 好了 這班很小 蓋住反手 壓住反手 側身 好 追身 剛剛叫她閃身 她剛剛追下去 十六平手 這局是第一次的平手 余順 就是 兩個發球都可以得到分 這三個發球是如何 這幾分打得主動 發球之後起板 押著她打 相反 余順甫退了桌 對 這球球有運 打到她離了桌 那就行了 剛剛賴網下去 余順甫一接就失了 十七比十六 喬紅 就第一次超辭 在這局球裡 這五分開了三球 贏了三球 贏了三球 相當好 好 側下 好 哎呀 這下 這下反手 這下 退了桌 離開了一點點 所以變成剛剛 在前面 就可以過到網 撥到過去 十七平手 第二次的球 急球 扣她的 反手 鬥著反手 過上手 哎呀 好球 鬥得好 對 這球球 好像余順甫 有點太容易 這個 祐紅沒有退桌 對 正手拉過來 抬過去 看她怎麼接球 這個關鍵時刻來了 我覺得余順甫 她的正手很強 但是她的正手 防守較弱 你要打她 打她 要打她正手 對 反而她推擋 她的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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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更好 轉回球 十七比十八 她的正手 是落後一分的 抬起 又押著反手 是吧 拉她 側身打 哎呀 這下應該可以再側身 再繼續追打 十八平 有點猶豫 對 幾打都要打 好 一定要起板 反而不信服 就似乎失去信心 折了一點 十八、十九 分數是十八、十九 一個年輕的球員 十七歲 始終的經驗是 差一點 又是高拋 好 抵著反手 打著反手 好 過正手 是吧 拉不好 十八、二十 那麼喬王很有機會 是搶回局了 看看可以不可以 但是發球 就在不信服的手裡 我現在接發球 都是起板的 就算打不發力 都先抵著 就是不用讓她 第一板被她搶 搶功 休息一下 其實應該不行 十八、二十 余順福 就是落後兩分 局數是二比一領先緊 高拋 好 側上樓 先拆板 好 滴起 折著反手 再打 給她正手一打就很被動 就十九、二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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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彈板 沒有彈板 在前面 沒有彈板 沒有彈板 她們是在打冠軍 這次是面對著十七歲的 袁順福 她第一次碰頭 對 北韓第一次參加這次比賽 一個閃身打失了 打個大斜線 這一局大家都加強了攻勢 對 一比一 嘩 這個轉得很厲害 好厲害 嘩 你看一下 正手 拉那個弧圈過去 二比一 好厲害 側身打一板 現在側身打了 不用反手 改變了 好了 可能她在第四局之後 剛才輸了 教練之後告訴她 不行 這樣打一下 不是辦法 要閃身多一點 反正你的正手這麼強 為什麼不多一點運用呢 好了 都是手用正手 對 二比三 橋紅落下一分 看看她這五分的發球如何 好 好 都拉了 哎 來了桌 給他一迫迫了離桌 他整個人的站位都偏了左邊 哎呀 即是告訴你 我要用正手打你 是的 不用那麼多反手 這個發球失影 二比五落後 隊 網球 那已經開了兩分 都不能夠拿到分數 啊 橋紅 猜拆板 反手 對 反邊 好快 前衝得很快 反手又快 在前面這樣 哇 正手 你看看 打兩下反邊 雖然打反邊 但這些球都沒有空位 走得快 步伐零 四 五 這次的發球呢 就是四球裡面 橋紅拿了兩分 失兩分 你看看這一球又如何 四 五 哇 反手 反手 推著 推著 一路推著 橋紅不要推 對了 不對 不要退台 對了 好 左推右打 結果呢 就是 多搶一分 分數呢 五比五 大家呢 就是打停調走 都很刺激啊 究竟六四歲 我都不知道 這些球很精彩啊 這些球 來回的板數很多 那你即是說明這個 大家都有這麼 嘗試的 很難得啊 這個這麼年輕的運動員 面對著那個世界冠軍 竟然 有一些都不怯 不怕 六比五 插足 mesmo 麥勝 בח 承認 承認 следующий Foi 一球 六比六 可能有些汗在 很小 她的反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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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得很快 她的反力 在前面 7比6 貼啊 貼夾啊 沒辦法了 追不到 喬紅都想 都想加強攻 不夠她快 算過發球 拿了三分 喬紅聰明了 她的反應這麼快 這麼快 喬紅已經很好了 一不上桌 接得很漂亮 看她的投票很厲害 這球球真是輸了 沒辦法了 轉發球 6比9 網球 6比9 很好 反手 喬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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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冷靜,沒說很害怕,什麼都沒有 小心,被他打倒 沒什麼辦法 這三個發球就是極熊的,失了兩分,只得一分 看看靖羅里的,哎呀,這個 他變得好,不過 不能變了 可惜 七比十二 好致命,這四個發球失了三分 喬翁 哎呀,還失了 正手拉直線幾兩 對上這十分球影響很大 余順福發球,發五個球拿四分 而喬翁發五個球失四分 哇,這個來回就不得了 喬翁的攻勢根本壓不了他 分數就是十三比七 余順福暫時領先 看看喬翁接發球如何 發力打他,你看 反手有發力,反手有發力 沒什麼辦法 喬翁很被動 十四比七 對 好像喬翁越打的信心越高 越打越勇 對 沒了 打左也不行,打右也不行 不要被動 正手拉 好 好 這個球員,袁瑞峰這個球員 就非常之好 有輕重板 他又不會說死命打下去 看準機會是殺劫板重的 步伐又好 他主要那群正手很厲害 拉上場拉得 又轉又穩 很少拉塞 好 十五比九 這個板應該很緊張 看看喬翁可不可以搶回一分 推著,大家用反手推著 不要歎 好,這個便是便得利 好,這一分很關鍵 十五比十 看看喬翁這五個法球是怎樣 如果這五個法球能夠搶到優勢的話 那個局面就不同了 對 對 因為這個是決勝局 反鍵 現在喬翁落後五分 最理想當然是憑著法球 拿完五分 要法力才行 對 法球之後要法力搶功 覺得喬翁那個法球的變化 就不是太大 不夠力 好,剛才這幾個法力 只是滴下滴下滴下 對 法力拉,好 對 一定要這樣 先搶一板 先贏一分 先拿一分 繼續 拆回點 好 這板碰得好 對 自己都拉不行了 就放一板碰 先拆回一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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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喬翁的心情都挺定 都沒有說方失失 她都久經慣戰 出慣大場面 正一 難得這個年輕女 這麼鎮定 這麼鎮定 好 漂亮 妄購 妄購 這板很小 抓住 打 好 好 是否擦邊 沒有沒有擦邊 擦邊 擦邊 對 運都輸了 十二比六 這球 就是非戰之罪 真的 沒辦法 打得好漂亮 先擦一把短的 哎呀 想變的 對 一個橫切面過去 四分球 失兩分 慢打一點 急球上攻 好 好 這球球也有點紋 她說夠運 對 已經噴了 轉發球 十七比十三 剛才那五個發球 喬翁沒有什麼好處 三 即是只有三分 失兩分 其中一分 就是什麼 擦邊 沒什麼說 十七十三 要看喬翁 可不可以接到他的發球 你剛才接到他的發球 你剛才接到他的發球 哎呀 怎麼知道第二板 推得後的發球 位置不夠 第一板接得漂亮 對 接得挺好的 推回來的那板 就推得後的發球 就不夠力的 第二板 接得挺好的 可以控制著 好 好 多少 十四 十七 十八 十四 現在這個余順福領先 正緊 領先四分 先踢幾 你的變線變得漂亮 看 第一板變 看他這樣變 這球 喬翁好像 立了一點 這個步伐 沒有反應 變得漂亮 變得快 踢幾 押著反手 再押著反手 對 要不就大 要不就快 要不就發力 要不就要快 要不就要快 推下去 又是火炮的 正手 哎呀 這把 他真的走得 走得多快 真是 不能說 這分輸 沒想到 這一下呢 一推 推過去 都要推就很快 他走過去的時候 走得快 現在呢 喬紅十五比二十 是落後著的 觀眾叫他加油 看練五分 好 搶一分 還欠四分 二十十六 如果十九 十六 還有好一點 如果二十六 還有牙齦一點 一定要全取五分才行 憑著這個發球 這個始終漂亮 對 扣球好 多推 又打 結果就是多搶一分 分數就是五比五 現在就是打成熔手 都很刺激 究竟六死誰手都不知道 球很精彩 來回的板數很多 說明大家都有這麼… 上下的… 很難得 這麼年輕的運動員 面對著世界冠軍 竟然… 不怕 六比五 六比五 差一點 米粉西 哎呀 吃西 閃到的了 吃西 你球… 你球西 六比六 可能有點汗 可能有點汗 在這裡 快點吧 很小的 沒有 這個反手呢 他發力了 他發力了 在前面 在前面 七比六 這個發球 拿了三分 哎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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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七 大家要換邊了 因為去到決勝局打到十分的時候 雙方便要換邊了 機會均等 他都很冷靜 沒有很害怕 甚麼都沒有 閃心被他打到 有甚麼辦法 這三個發球就是 失了兩分,只得一分 看看靜下來 這個 但他打不到邊了 可惜 七比十二 很致命 這四個發球失了三分 翔鴻 還失了 這對上的十分球影響很大 余順福發五個球拿四分 而翔鴻發五個球失四分 這個來回不得了 翔鴻的攻勢根本壓不到他 分數是十三比七 余順福暫時領先 看看翔鴻接發球如何 發力打他 反手有發力、戰手有發力 沒甚麼辦法 其實很被動 十四比七 對 好像余順福越打的信心越高 越打越勇了 對 沒有了 打左也不行 打右也不行 很被動 打左也不行 打左也不行 正手拉 好 這個球員 袁瑞鴻這個球員 就非常之好 有輕重板 他又不會死命打下去 看準機會殺幾把重子 步伐也好 他主要那群正手很厲害 拉上船拉得又要轉又要穩 很少拉塞的 十五比九 這板應該很緊張了 看看喬鴻可不可以搶回一分 推著 大家用反手推著 不要退 好了 變成變得漂亮 好了 這一分就很關鍵了 十五比十 看看喬鴻這五個法球是怎樣 如果這五個法球能夠搶到優勢的話 那個局面就不一樣了 對… 因為這個是決勝局的關鍵 現在喬鴻落後五分 最理想當然是憑著法球都拿了五分 要發力才行 發球以後要發力搶功 覺得喬鴻法球的變化就不太大 不夠力 對… 反正要幾分 經常滴下滴下滴下 發力拉到 對… 沒錯 對… 一定要… 上一板 先贏一分 先拿一分 繼續 拆短的 好 這板碰得好 對… 自己都拉不成了 就放一板短的 先拆一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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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喬鴻的心情也挺穩定的 也沒有說方塞塞的 她也究竟關鍵的 出關大場面了 正一 難得這個年輕女 這麼鎮定 這麼鎮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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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救… 妄救… 這板很小的 拿著 好… 是否拆邊 沒有… 拆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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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也輸了 十二比六 這一球 就是非戰之罪了 真是 沒辦法 我都說你打得好漂亮的 先拆一把短的 哎呀… 兩邊的 對… 狠的那邊 一個橫切面過去的 四分球 失兩分 得兩分 慢一點 急球上攻 好… 這球球也有點… 你問我過運而已 對… 已經拆了 打正塊板 好…轉發球 十七比十三 剛才那五個發球 喬紅沒有什麼好處 三… 即是只有三分 失兩分 其中一分 就是什麼的 拆邊 沒甚麼說 十七、十三 要看看喬紅 可不可以接到他的發球 你剛才接到他的東西 哎呀… 對呀… 接到後面的位置 對呀… 位置不夠 對呀… 第一板接得漂亮 對呀… 接得不錯 推下來的那板 就推到後面的 就不夠力的 第二板 接得不錯 可以控制住 好… 好… 多少 十四、十七 十… 十八、十四 就是現在這個余信福就領先著 領先四分 先踢起 對呀… 他的變線變得漂亮 第一板變 看他這樣變的 這球呢… 喬紅好像立了一點點 這個步伐 沒有甚麼反應 變得漂亮 對呀… 變得快 對呀… 壓住反手 再按一把反手 是呀… 要不就大力 要不就快 要不就發力 要不就快 推下去 又是鼓鼻 右邊 正手 哎呀 這塊 真的走得很快 這份書也沒得說 這一下一推過去就很快 他走過去的時候走得很快 現在調紅十五比二十是落後著 觀眾叫他加油 看這五分 好 先上一分 還欠四分 二十十六 如果十九十六更好一點 二十十六更好一點 一定要全取五分才行 憑著這個發球 這個始終漂亮 扣著 扣得好像… 已經拿了兩分了 前面拿了… 兩個發球 贏過幾分的這分發球 不過余盡福的發球很厲害 我記錄就是每一次發球最少拿三分 很多時候是拿四分的 這個就是… 那個差別很大 看看第三個發球如何 我先看看 機會… 很大機會 很好機會 這麼大聲 結果就是二十一比十七 余順福是贏了 趙虹得到第七屆亞洲盃的乒乓球 錦標賽女子丹打的冠軍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